好 那下一位我们要邀请 五号雨林同学来帮我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陈雨林 你们可以叫我小风铃 为什么我叫小风铃呢 因为我出生了那时候呀 风超级大 爸爸妈妈说我是风带来的小孩 所以叫我小风铃 喂 人们在无缘 你在看电视 我要等三天 乖 你一刻站在一路 可以吗 喂 爸爸 你已经很累了 不必了 我帮你穿梭吧 我不是說笑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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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寶宝 好了美啊 好了好了 来 桅生囡 royal 来 选一个 就选一个 好 wen 阿娜跟我说 招舟的时候 我东挑西挑 结果居然拶了风车 好笑吧 哇,明明啊 来,你看 这都你的结束 我的兴趣是画画 我两岁的时候 最喜欢拿着彩色笔到处乱画 我最喜欢着色的图案 也是我最爱的风车 小时候 爸爸妈妈都不在家里 阿妈说他们在很远的地方工作 可是我一点都不孤单 因为有阿嬷疼我 我最喜欢阿嬷了 阿嬷疼我最爱的 这是我们一家人跟风车 风车怎么会发光 因为它有魔法 我觉得风车就像魔杖一样 因为它把爸爸妈妈带回家了 快点快点 妈 好 我们回来了 妹妹 爸爸回来了 我的个性啊 比较会紧张 上学的第一天 我超紧张的 虽然妈妈告诉我 只要做好准备 什么都不用怕 但是我还是我紧张 不过我想到 我有爸爸妈妈还有阿嬷陪着我 我就没有那么紧张了 希望以后我可以变得更有自信 开朗活泼 这是陪我长大的风车 我的自我介绍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哇 谢谢你 阿嬷陪着我 谢谢大家 阿嬷 阿嬷 今天我自我介绍漏奖了 你漏奖什么 我漏了搜我以后想做什么 哦 那你想做什么 我以后想做盖风车的人 盖风车的人哦 我觉得你一定可以做得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